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传球 解围没踢太远 打一脚 哎 这下没解围赶紧射门 球进了南京城市 1比0 1比0 这下是外围的射门又被挡了一下 但是呢防守队员处理球 没有将球解围远 南京城市拿到球之后 打门球进 这先是任一球就被挡了一下 外围远射又被挡了一下 但是没想到啊 这球直接是漏到了南京城市队员的脚下 再来看 先是被挡了第一下 射门又被挡第二下 这球正好是 这球一挡 正好挡给了进攻队员的脚下 刘家辉 刘家辉 古时快到了 哎 这下杨鹤向前踢球出现了 实物这下 梅西拿球 扛住防守队员球进了 1比1 梅西登场就有 这次出色的射门展现了梅西出色的脚法 这下呢 不太精益的一脚出球被抢断 一脚传球找到了梅西 梅西很小的角度啊 倚着防守队员一脚射门 在近角的位置 守门员没有能够防住 这是谁的孩子出生了 是梅西的孩子出生了吗 他 一个 用摇篮的庆祝动作 梅西 这下是真梅西啊 一脚传球找到了梅西 梅西倚住防守队员 再来看这下 就是这下杨鹤 他往前踢 有点漫不经心 处理球 一个对抗 这是扛住了29号的董红林 然后小角度射门得分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比分定格为1比1 梅西 他是面对旧主 因为他曾经在南京城市 效力了三个赛季左右的时间 面对旧主 完成破门 他在比赛的60分钟以后登场 在最后时刻就抓住了这一次机会 就帮助石家庄功夫把比分给扳平了 所以我为了 城市偏岔花 SE马红林